折手、垂头、轻松防湿质 老龄化时代来临 湿质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想要预防湿质 最重要的是不要一成不变 尽量多接触新事物 而且只要折折手、垂垂头 就能轻松减缓脑部退化 人体器官中最能根据大脑指示 做出精细动作的就是双手 而手掌上也有很多穴位跟感觉神经 只要常常折着手掌 或是轻轻地按压手掌正中央位置的劳工穴 或是拇指根部、头部的一技穴 都可以刺激大脑 在我们头部的正中央位置 有一个穴位叫做百慧穴 旁边有四个穴位叫做四神冲 只要我们握拳朝头顶正中央轻垂 就能够一次刺激到五个穴道 有空的时候不妨多多垂垂头 就可以预防脑力退化 饮食上则要多吃黑色食物 中医观点认为 盛气虚会失智 所以要多吃黑豆 黑木耳这些黑色食物补盛气 多管齐下 老了才不会忘了自己是谁 东新闻台北报导